台湾区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彻,将鼓励台湾民众拒绝达成标注中国台湾的航空公司飞机,并可能包括对将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的航空公司采取法律行动。 全球绝大多数航空公司官网均已改标中国台湾,面对大事左需,台当局已经开始气急败坏,必大为扬言,这是我们反击的标志,我们将不会只是无所事事作者,此举以来倒内民众的一片骂声。 台旅游业者称,这种表态式的激化两岸关系,有百汉而无意义。 气急败坏中国民航局日限制航四十四家外国航空公司,要求其准改社长报台信息。 大多数航空公司已遵照要求改标中国台湾,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,台当局因此跳脚。 李大为的最新表态,就是台当局气急败坏的证明,李大为叫嚣,将把改标中国台湾的航空公司,告知台湾民众,要民众选择是否搭乘那些屈服于大陆的航空公司航班,与其相呼应。 蔡英文办公室则扬言,将演义反制作法。 李大为台湾中央社据报道,台当局高层甚至声称,先是这一波反制情况,再决定后续作为。 有观察人士认为,蔡英文当局开始积极反制大陆,虽然讲话很大声,但台当局内心对反制的分量也蛮轻。 李大为接受采访时声称,台当局所谓反制措施程序会很复杂,要采取法律行动,可能需要两三年才能,获得法官裁决。 压力大增台媒称,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,和日本航空,于本月中旬技巧性改标中国台湾,有香港媒体与台日关系声变,微提进行了报道,台当局也格外坐不住。 据台媒报道,台湾市部门18市向日本航空和全日空表达严正抗议,要求更正不当称赖,甚至呼吁各国相关企业发挥道德勇气,拒绝大陆要求云云。 全日空航空公司的客机,据台媒统计,目前44家外国航空公司中,已有20家完成更改,24家因技术原因申请延期,大陆民航局则同意最晚期限延至7月25日。 截至6月14日,尚未改标中国台湾的航空公司,只剩下五个国家的航空公司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,近期回应表示,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。 这是客观事实,既笨诚实,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故事。 中方有关部门通知体现了中国政府,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一贯,坚定立场,有关要求和理合法,绝不是什么政治干预,或者政治压力,无力改变台当局的表态,引来到内民众的一片骂声。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,台当局这种表态,让不少旅游业者哀叹不疑,称之根本是计划两岸关系,不仅无法改变现状,一旦巨大成了风气,用不了太久。 在成本效益考量下,航空公司就会取消台湾航线,最后造成台湾的封锁,台旅行工会理事长销。 博人则表示,台当局出面鼓励民众巨大,航空公司一旦长期待程率都在五成以下,就会关闭航线,且不少航线一旦行飞,民众想外出就只能到香港,新加坡转机,成本增加,最终受伤的是台湾消费者。 台湾国际观光救援服务协会理事长许高庆则认为,民众要是都巨大,对国际观光路线一定会有影响。 台安全部门带头喊,无疑是对旅游业者最大的打击。 台消机会董事长尤开雄则表示,除非航空公司确实违法损害消费者利益,否则当局应该妥善处理。 原则就是不应该影响消费者的权益与选择,台优质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远各式直言,台当局若做不到,维持好两岸关系,就不要出来刷穿再赶,来源,港台枪。